加气体一公升 刚好可以跟乙气体三公升化合 产生丙气体两公升 因为跟气体的体积有关 因此我们要考虑到 亚佛加绝定律 也就是说 同温同压之下 气体的体积比 等于分子数比 分子数比也等于末数比 衍生过去可以等于方程式的系数比 但题目没有讲同温同压 所以我们先假设 此题一样为同温同压 所以先列出方程式 甲也就是A3 加上以生成饼 甲一公升以三公升 丙两公升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分子数也是1 比3比2 所以系数比也为 1比3比2 然而选项 ABC株都有 A B两种的元素 因此我们就可以假设 丙跟丙一定也是为 A B两种属出生 所以我们假设 以为 A A B B 并为 A X B Y 所以对于A而言 依据原始不明定率 左边有3个A 加上3A个A 要等于右边2X个A 对于B而言 左边为3B个B 要等于右边2Y个B 然而两个方程式 有四个未知数 因此为无限多组解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G偶数来判断 以气体可能为何 因此我们看这边 2X为偶数 所以3加3A加起来是偶数 因此A一定要是 G素 而2Y为偶数 3乘B要为偶数 因此B一定为 偶数 所以我们要找的答案为 A是G素 B是偶数 因此答案为 B选项 A B2 A是G素1 B是偶数2